老爷太太不知道 七姑娘为了给您二位做这个 手上扎了好几下呢 李嬷嬷正好进来送茶 笑着说着 啊 是吗 来 让阿嬷看看 马尔汉将手套摘了下来 拉过了蓝镜的小手查看着 果然 见到上面有好几个小红点 哎呀 真的查到了 算了 以后咱们不做这个了 老爷 小七是个姑娘家 不会做女工是会让人笑话的 太太笑着说着 小别笑好了 以后小七是要管家的 会不会女工有什么要紧的 阿嬷 小七想学 蓝镜拉着马尔汉的手说着 那你不怕针扎得疼吗 马尔汉看着蓝镜问着 不怕 小七要给阿嬷和额娘做衣服 蓝镜摇着头一脸坚决地说着 好 那阿嬷就等着了 马尔汉笑着点了点头 又拿起了一边的手套 问着蓝镜 你怎么想起要做这个了 小七戴过塞尔币的手套 太沉了 蓝镜用手做了个往下坠的手势 又指着马尔汉手中的手套说着 这样就轻了呀 嗯 是轻了 可是你怎么想起要往里面放鸭子毛了 毛暖和呀 天冷的时候 额娘都给小七穿带毛的衣服呢 蓝镜理所当然地说着 那是毛皮和这个不一样 不都是毛吗 小七试过了 很暖和的 是很暖和 只是这个毛和你衣服上的不一样啊 马尔汉还想给蓝镜解释 是他们太笨了 不能像小七衣服那样 把这毛缝在外面 蓝镜一脸不满地说着 是是是 他们是很闷 连个毛都不会疯 老爷 太太看向了马尔汉 不过是小孩子瞎弄着玩的东西 可是有什么不妥吗 不是不妥 马尔汉摇了摇头 又把手套戴上了 反复地看着 我是在想 或许小七 瞎弄出的东西 会有大用场呢 窃身不明白 太太疑惑地 看着马尔汉 就像小七说的 这个手套很暖和 关键是他很轻 马尔汉又取下了手套 跌了跌分量 如果用这个法子做成衣服的话 那将士们冬天作战就会有保障了 这个能行吗 太太表示怀疑 应该可以试试 马尔汉这个时候倒是兴奋起来了 快 快 去拿笔和纸来 我要给三弟写信 东北现在正冷 可以让他现在那边试试 如果可行 再上报给皇上 啊 蓝竟在一边有些愣了 没想到 阿玛的脑子反应还真快 自己不过是弄了个 粗质烂造的羽绒手套出来 他居然就想到了羽绒服了 而且还想到了军用上 看来 他后来能够升到了 可以与皇子结亲的位置 确实不是偶然的 爱气 蓝竟正想着呢 突然打了个喷嚏 这才发现 原来马尔汉在兴奋之下 使劲拍了拍那个手套 结果把里面的绒毛给拍了出来 老爷这 太太刚为马尔汉的话高兴呢 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一下子又愣住了 嗯 这倒是个问题 马尔汉用手 粘着手套里出来的绒毛 怎么才能让他不出来呢 这个交给妾身好了 太太想了想 接过了话来 妾身会多找一些布料来试试 看看哪一种可以不让毛露出来 嗯 好 这就交给你办吧 不过要快 东北那边也冷不了多久了 放心老爷 妾身不会误了您的事的 太太笑着说着 随即叫进了李嬷嬷和赵嬷嬷 吩咐着 赵嬷嬷 你去叫厨房里把府里现有的鸭子全都杀了 鸭子毛要像之前一样处理好 今儿个天晚了 得到明哥再出去多买一些鸭子回来 也照此来办 李嬷嬷 你去把府里的布料各取一些来 让针线上的人分别用单层双层缝成口袋 免着再派人出去 把府中没有的布料都买一些回来 是 李嬷嬷和赵嬷嬷赶紧的答应着 记着 这事不要四处张扬 如果有人要问 就说 就说七姑娘贪玩好了 阿娘 小七 没有贪玩 蓝静嘟着小嘴说着 是 小七没有贪玩 太太笑了笑 又对李嬷嬷和赵嬷嬷说着 快去吧 告诉他们一定要快 说老爷不想让七姑娘不高兴 是 知道了 李嬷嬷和赵嬷嬷会议的出去了 看来今天这事让你来办真是对的 说不得过两天 就会有结果了 马尔汉笑着说着 接下来的几天 太太院子里的一间屋子 时不时的就传出了拍拍打打的声音 太太对来请安的王氏和高氏一脸疑惑的深情 无奈地摇了摇头 笑着 解释着 这个小七啊 也不知道怎的 就突发奇想跟鸭子对上了 说他衣服上的毛也是毛 鸭子的毛也是毛 正折腾着那帮下人往布料上缝那个毛呢 我本来是要阻止的 可老爷却偏偏要纵容他胡闹 说是让他去试吧 试过了不行 他自然也就放弃了 王氏和高氏之前曾经听说过 蓝静一个堂堂的大家闺秀 居然想玩鸭子毛的事了 听太太这么一说 正半信半疑着呢 就听到门外喷嚏连连 去看看是谁这么没有规矩 太太一听沉下了脸 吩咐李嬷嬷 太太是五姑娘 还没等李嬷嬷出去呢 外面的丫鬟禀告着 她进那间屋子了 太太一听忙吩咐着 快快带她进来 五姑娘这一进来 吓了大家一跳 只见她一头的羽毛 眼睛鼻子都红了 还时不时的连连的打着喷嚏 蓝慧 高氏连忙的迎了过去 你这是怎么了 回侧奶奶的话 带五姑娘进来的丫鬟 对高氏说着 五姑娘刚才进到了 弄鸭子毛的屋子里去了 你们是怎么看着的 太太瞪着那个丫鬟训斥着 怎么会让五姑娘进到那里去呢 弄才该死 那个丫鬟赶紧的跪下 行了 这个时候跪着有什么用 还不赶紧去把五姑娘身上的毛弄干净 太太瞪着她说着 随后又叫进了一个丫鬟来 吩咐着 去告诉那些人 务必把那间屋子给看紧了 不要再让其他姑娘进去 否则被那个细毛呛到嗓子眼里 可不是闹着玩的 等那个丫鬟答应着出去之后 太太走到了高氏的身边 见五姑娘头上身上全都是羽毛 一时半会儿也摘不干净 倒是引得帮着往下摘毛的二姑娘和高氏 连同那个丫鬟不时的打喷嚏 太太摇了摇头说着 这个样子不行 你还是带着她回去先洗洗吧 五姑娘是自己跑进去的 高氏自然也是说不出别的了 只答应了一声 就匆匆的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 王氏健壮也带着六姑娘告退而去 自此他们再过来的时候 不管那间屋子里有什么响动 再也不靠近了 尤其是姑娘 简直就是绕着那儿走 就在这每天拍拍打打之中 太太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布料 因为是要用于战士 所以外面当然要用棉布了 但里面的衬里是用两种不同的布料贴合到一起的 将此种方法所做出来的口袋 无论怎么拍打 也都是无法让羽绒露出来的 马尔汉 马尔汉得到结果之后 马上就给他三弟马库写信了 派了自己的亲信 连同布料 以及口袋 一并送了过去 而这时 马库那边也发现了塞尔毙手套的好处 当然 漏毛的问题也出现了 见到马尔汉的信之后 不禁的大喜 马上开始命人照此赶做一些衣服出来 而适用的效果当然也是好的 因为马尔汉是户部郎中 所以由马库尚书给康熙 说自己与兄长无意间发现了此种 有利于战士们在冬天出行打仗的义物 康熙见到之后 自然是大喜 现在嘎尔丹那边闹得正凶呢 有了此等轻便暖和的服装 对于战士们作战自然是有利的 于是马库马上进京 又下指赵马尔汉进攻问话了 什么 太太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一脸惊讶莫名的看着马尔汉 老爷说什么 其实没有听清楚 马尔汉笑着说 你听得很清楚 没错 皇上是想见一见咱们的小妻 可 可是 可是 小妻还这么小 万一在狱前失忆怎么办呢 不会的 小妻这么乖巧 怎么会失忆呢 就算真的有什么不当 他那么小 皇上应该也不会怪他的 应该 这种事 哪能想当然呢 小妻一个小孩子 哪里知道轻重分寸 这万一 这万一要是有一个不当处怒了皇上 哎 你想的太多了 皇上是一代明君 那里会跟一个小孩子计较 再说 还有我在一旁跟着呢 不会让他乱说话的 老爷 太太的脸色还是很紧张 看向了马尔汉 问道 您今儿个跟皇上说了什么 怎么好好的 皇上就想起要见咱们的小妻了 这个 我就说了 蓝静埋怨家里的丫鬟太笨 不能把鸭子毛缝到外面 老爷 你说手套就说手套 把小妻撤进去做什么 姑娘家名声太盛了 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你当我愿意呀 哎 这手套最先是小妻送给萨尔弊的 就是我不说 皇上也一样会查到 到时候 岂不会是落一个欺君的罪名吗 不过我跟皇上说 小妻只想让人把鸭子毛缝到手套 是你见丫鬟们被他折腾得够呛 又想起唐朝就有人把鹅绒塞到衣被里的事儿 才想到了这个法子 这个一会儿别忘了叫小妻让他记住啊 太太看着马尔弊的 太太看着马尔弥摇了摇头 原来老爷不只是说了小妻 连妾身也一并撤进去了 不是你说姑娘家名声太盛不好吗 这样总比全都说是小妻想出来的要好吧 罢了 皇上说要什么时候见小妻啊 妾身好请人来教她一些规矩 还请什么人啊 你教的不是很好吗 马尔弥摇头说着 妾身教的只是一般人家的规矩啊 可是小妻现在要进宫 那些规矩怎么够用呢 自然是要请个宫中出类的嬷嬷来教了 老爷只说皇上要什么时候见小妻吧 妾身好尽早的做安排 哎 来不及了 皇上说 您个就要见小妻 什么 太太声音一下子拔高了 你小点上 马尔弥赶紧的提醒她 太太怎么了 果然太太高亢的声音 惊动了外面的李嬷嬷 啊 没事 太太看了看马尔弥 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妆儿吩咐外面的李嬷嬷 哦 你去把小妻带过来吧 是 李嬷嬷在外面答应了一声 老爷 看来只能由妾身来教小妻规矩了 希望小妻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 也希望妾身不会教错呀 哎 你也不用弄得这么着 马尔弥并不像太太那么紧张 小妻的规矩本就是极好的 又乖巧之极 皇上一定会喜欢她的 你教教可以 但是别弄到太晚 别弄得她门个儿 进宫没精神 反倒不好了 老爷放心 切身有数的 太太呼出了一口长气 又看着马尔汉问着 对了 老爷 您看皇儿如何 什么如何 马尔汉被太太突如其来的话 给问愣了 你想说什么 老爷 切身自嫁到您以来 一直也没能让您有个子嗣 切身对此非常的惭愧 虽然有塞尔弊过记之说 但是终归不是您亲生的 切身看皇儿的身子 像是个好生养的 如果您看得入眼 不如将她收了房吧 说不定啊 她能为您添个儿子呢 行 只要她愿意 就这么办吧 她一个丫头 能跟老爷是她的福气 只有高兴的 那今儿个晚上就让她伺候老爷吧 今儿个 太急了些吧 已经决定要收房了 这早一天晚一天不是一样吗 行 那就今儿个吧 皇儿 进来 太太见马尔汉答应了 杨生对外面叫了一声 老爷 太太 皇儿走了进来 对马尔汉和太太 分别行了一礼 皇儿 你的福气来了 老爷决定 要将你收房 太太 皇儿迅速地抬眼 看了一眼马尔汉 随即低下了头 跪倒在地上 奴才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 太太笑得很是和善 你是我房里的 自然与他人不同 什么通房侍妾之类的就不说了 直接就是姑娘 等你给老爷生个儿子 那你就是咱们府里的新的侧奶奶呀 奴才不敢 奴才只求能为老爷太太分忧 侧奶奶是万不敢想的 行了 我说出来的话自然是不会收回去的 太太继续笑着说道 你回去准备一下 今儿个晚上就有你伺候老爷 是 黄儿又磕了个头 满脸通红地退了出去 黄儿退出去的时候 正好李嬷嬷牵了蓝静的手 走了进来 见黄儿的神色不对 还看了他一眼 然后才禀报了一声 走了进屋来 小七过来 等到蓝静给马尔汉和太太请安之后 太太招手叫过他搂在了怀里 然后又吩咐着李嬷嬷 老爷今儿个晚上有喜事 你去交代厨下给他熬些补汤 再给黄儿呢送一身新的衣裳 是 李嬷嬷一听就明白了 答应了一声退了出去